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由于台湾的疫情是逐步升温 在这里又提醒观众朋友 出入时记得要佩戴口罩 并保持社交距离 勤洗手 共同防疫 人人有责 接下来带您来关心今天的新闻 成功市场出入口完全封闭 禁止民众进入 八日才宣布第四位猪肉摊确诊 被迫修饰 事隔一天 市政府针对186人筛检结果出炉 在天六名摊犯确诊 其中两人一样是猪肉摊 两人是肌肉摊 总共裁检了186人 其中有六个人 其中有六个人是阳性确诊 那阳性率大概是3.2% 但我们发现呢 在这个六个确诊案例里面 又有两个猪肉的摊伤 有两个鸡肉的摊伤 还有一个是水产的摊伤 另外一个是跟这个摊伤有接触的 其他的这个小吃的业者 也是在成功市场 不过这是新北的个案 也就是在186个PCR查医检里面呢 六个是确诊 但其中的五个全部都是 生鲜肉品的这个摊伤 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严重的一个警示 那我们必须采取更积极的一个作为 所以我在这边宣布成功市场延长修饰 成功市场延长修饰到6月23号的临时 成功市场之前爆发群聚感染 一共有14人染疫 6月4号恢复营业 又爆出一名猪肉摊确诊 现在筛检后再添6名确诊 染疫都跟猪肉摊有关 让传统市场疫情升温 金融市场刘昌宣布 人爱市场9日下午6点起 暂停营业展开消毒 五个生鲜肉品的这个案例里面呢 其中有一例也是猪肉摊 但是它也在我们的人爱市场来营业 那我们为了去做预防性的 这一个防疫呢 我会在这边宣布 本市的人爱市场 从今天晚上6点起 休市到6月24日的临时 那在今天下午起呢 请也要求所有的摊商 进行摊位的自主清洁 就怕传统市场成了防疫的破口 政府紧急下令 传统市场生鲜区 采取双照一套 而还在营业中的人爱市场 进行修饰大消毒 停业到24号才恢复营业 希望能够全力防堵疫情 记者黄绍民金融报道 来到公有市场 摊贩们戴上面罩手套 替客人切肉 一旁的市场管理员 拿着宣导单 只要贩卖鸡鸭鱼肉 猪牛等生鲜食品 都要实施双照一套的新措施 成功市场新增第四例猪肉摊确诊 市长刘昌宣布比照卡马丁鱼市 传统市场生鲜摊位 都要戴上口罩面罩及手套 9号上路的第一天 有摊贩来不及准备 还有人觉得戴手套工作不方便 谢谢市场二楼的生鲜摊位 一半以上摊贩都有准备 阐发助人员加强宣导 民众不要触碰生鲜 避免病毒感染 也不卫生也不好 去碰他不卫生就对 你到这碰了一个手这样很麻烦 很麻烦 现在要牵倒情况 这些商家是蛮配合的 我们真的还配合这些优秀的公民素质 非常感谢他 第一天的实施的成效其实是蛮好的 我们的公有市场的摊商 大家都非常愿意配合 因为这是保护自己 然后也保护客人 所以这个其实包括我们的顾客 我知道的就是大家对于摊商 采取这样子一个高规格的防疫的标准 其实大家是蛮乐见的 因为这样子顾客买起来也安心 那至于周边的摊贩 配合度不高 其实现在是在防疫的重点的时刻 你没有办法配合 我们就会要求你停业 成功市场爆发了多名座谈确诊 政府紧急宣布休市 同时宣布传统市场深仙区 一律采取双造一套 希望阻绝疫情 不让传统市场成了防疫的破口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升温严峻 依照基隆市政府公布的资料 到6月8号为止 中央累计配发给基隆市 11,600剂的公费A力疫苗 已经接种10,616剂 施打比例为91.5% 预计6月11号前全数接种完毕 基隆市卫生局表示 一切依照中央规定的 类别人员进行施打 卫生局也提醒 6月份已经可以接种 第二剂A力疫苗符合资格的医护人员 例如卫福部基隆医院院长 林庆峰等医护人员 在4月6号接种过 第一剂A力疫苗的医护人员 一定要在接种第一剂之后的 8到12周内 接种第二剂A力疫苗 才有足够的防护能力 这边要呼吁的是 如果已经是到了第二剂要打的时间 也就是当初第一剂 是在4月份打的 提醒6月份第二剂时间已经到了 也应该要接种 不要因为自己只有打了一剂 就认为第二剂不需要 反倒是当初会接种第一剂的人 都是我们很重要的 第一线的防疫工作者 不要忘了自己第二剂 一定要在按时来施打 至于中央配发基隆首批莫德纳疫苗 1100剂的部分 由中央直接配发到基隆四家专则医院 基隆长根600剂 部立基隆医院300剂 矿工医院以及三种基隆分院各100剂 提供给院内还没有接种之风险等级 一二类一式以及非一式人员接种 那我们也相信在刚开始有AZ疫苗的时候 我们也都让医护人员开始施打 可是毕竟有些医护人员可能本身身体上面的一些疾病 例如说他本来就有血小板方面的一些问题 他想要打也想要照护病人 可是问题是他没有这样的防护力 所以莫德纳下来的时候 我们原则上还是会先让这样子的专则医院的医护人员 优先施打 至于基隆市长林佑昌和市政府官员 在4月12号已经接种过第一剂AZ疫苗人员 原则上属于第一线的防疫行政人员 也应该接续接种第二剂AZ疫苗 不过因为疫苗数量有限 原则上还是会让医护人员优先施打第二剂 其余行政防疫人员最多可以等到第12周 也就是7月中旬前 再追加接种第二剂AZ疫苗即可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新冠肺炎疫情升温严峻 前立委谢国良结合基隆市议员张渊祥 以及天险公的中华五险慈善功德会 捐赠第一线医护人员最急需 目前坊间有钱也买不到的N95医用口罩 另外也制证700件隔离衣和198个护目镜 给卫福部基隆医院力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一起来捐一些物资给部立基隆医院 那N95跟隔离衣对他们来说 我相信是他们现在比较缺的 因为基隆的确诊其实每天都有在增加 那以人口比例来说 我认为基隆的比例也是要让我们非常注意 那我希望大家还是在这个非常时期要注意防疫的安全 那当然这些物资是杯水车薪 但是微薄的一点心意 但是希望能够鼓励跟帮助正在线上抗疫的医护人员 我觉得他们是最了不起的 那当然我们的人力有限 现在是医院方面提出他们有N95口罩 隔离衣以及面罩相关的需求 我们这次结合了天险工 这个五险大地的功德基金会 以及四台会 我们谢国良委员的服务处 以及我这边共同来号召大家 抛砖引玉能够帮助支援我们一线医护人员 我代表我们基隆天险工责任委员 还有我们中华五险慈善功德会的理事长张超明 他关怀这次的疫情非常的严峻 而且医疗物资消耗量很大 所以我们基隆天险工跟中华五险慈善功德会 还有四华会来共同捐赠 防护衣 防护眼镜 N959的口罩 来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来加油打气 对于可以拿到第一线医护人员 最急需的N95口罩 以及使用的隔离衣 让卫福部基隆医院由衷的感谢 这么疫情这么严重的时间呢 然后用行动来力挺我们医护 捐赠了N95口罩 还有防护衣 还有护目镜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基隆医院 真的会非常的感谢 那在这边也代表全体医护人员 谢谢他们的一个爱心 然后在这个时候 让我们呢真的非常感动 那我们也会坚守我们的岗位 为基隆的一个民众的一个健康 继续守护 继续照顾 谢谢 面对严峻的疫情 唯有社会各界一起挺住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共同防疫才能战胜疫情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新冠肺炎疫情升温严峻已经变成是一场长期的抗疫战争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特地制证一大箱冷冻的鸡腿牌 以及医疗用口罩给警察局第三分局 要帮三分局的员警们补体力加强防疫 在严峻疫情下执行各项工作 最主要要感谢我们这些张文吉的所属的警察的好朋友 因为在疫情期间 尤其疫情这么严禁当中 他们本身除了自己的勤务之外 还要额外的加入这个疫情的工作 实在在体育方面特别的消耗 那耿辉今天带着特别的 带着一些物质的营养品跟口罩 再次的来感谢他们 对于疫情期间的辛苦 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吕芳毅 特别感谢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对三分局远警的力挺 在这个疫情还没有解封严峻之时 那我想所有的商家都是歇业 或是停止营业 那对于我们同仁营养的补充 那感谢张议员 执政我们这个鸡腿牌 让我们同仁在之群之余 能够补充满满的营养 那还有带来医疗用的口级 也让我们同仁做好最好的保护 这边谢谢我们市议员张耿辉 张议员对我们的支持 市议员张耿辉表示 严峻的疫情下对于原本就忙碌的警察来说 处理包括防疫治安和交通等各种事情的压力就更大 因此送冷冻鸡腿牌 远警饿了就可以煮来吃 当作是远警的营养补给品 为他们加油打气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民众外出一定要戴好口罩 请洗手多消毒 量体温 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如果你有发烧 上呼吸道 腹泻 或者是嗅味觉 异常 等等的一个状况 请立即拨打 2427 6154 或者是1922 让我们一起对抗疫情 守护基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把病毒传播链 闪断最好的一个方式 防疫优先 我们会严格执法 加强寻查 不戴口罩就开发 口罩戴好 你我都好 想知道 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会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次会来 我们基隆现在已经有5个筛检站 目前我们是优先提供给 已经有疑似的症状 且与我们确诊公告的这些个案 或者是跟万华群聚案件的个案足迹 有重叠的这些民众来预约筛检 那预约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方式就是扫描QR Code 做线上的预约 第二种就是波达快筛专线 02-2428-3844 这是采取预约制 没有办法现场报名哦 店员忙着将餐点交给顾客 这家位于基隆市一二路的连锁水饺店 生意不错 一二月份的发票更开出大奖 一位顾客只花了82元买15颗水饺 结果就中了当期一千万超级幸运 不过到目前为止得主都还未领取 国税局方面表示领奖期限到7月5号为止 提醒中奖民众千万别和财神爷插身而过 这一位幸运的消费者呢 他是在110年一二月起的时候 在我们辖区的八方云集购买了招牌的水饺 15颗 然后消费是82元 那很幸运的他中了一二月起的千万发票 那目前财政部他有公布 目前消费者还没有上位去领奖 那在此呼吁消费者在一二月起发票领奖的期限 是到110年的7月5号 希望你把握时间然后去领奖 另外三四月开出的统一发票 金融市也分别在软软区软软街 精彩大卖场开出特奖200万元 以及在仁爱区二性循环站的宝雅商店 开出云端发票专属100万元大奖 有到过这两处地方消费的民众 可以查看自己手中的发票 说不定您就是那位幸运的得主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在法事的引领下 金融市政府民政处长王余生 代表进行战错签出仪式 这里是金融市蓝龙公墓纳古塔 由于限制将扩建生命点场馆 因此在纳古塔拆除前 塔内的一万三千多个骨灰坛 及四元堂的四千多个灵位牌 将暂时安奉在火化区前战错区 金融市政府方面 6月10号特别举办战错签出法会 而在疫情严峻的情况下 为了避免群聚 整个法会改为在金融市殡葬管理所官网线上直播 不开放家属共同祭拜 那原本我们是要邀请亲属来参加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今天改用线上的方式来办理 那在这边也跟所有的家属道歉 不过我想这部分我们都全程有录影 那今天的所有的战错的一个银领的工程 基本上会将纳古塔所有的骨灰坛跟骨骸 以及四元堂的这个排位 会暂时先放在我们火化厂前面的战错区 那预计到我们开始施工的时候 这段时间都会放在这个战错区里面 那我们会按照所有的一个编号 来好好的安置这些骨灰坛跟骨骸 战错工程与签出作业将同步进行 预计11月完成 由于战错区现场空间较小 将只开放家属在区外祭拜 这部分在整个新建纳古塔完成之前 我们会在那边战错区 让所有的仙灵的骨灰坛 在那边好好的安置 那未来如果要祭拜的话 也可以到战错区来祭拜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至于生命点察馆工程部分 则预计在9月份发包新建 如果一切顺利 最快在民国114年完工启用 整个主体工程预计在今年9月 如果能顺利发包的话 我们就会进行第二阶段的 这个新建纳古塔的拆除 那整个拆除之后 会在原址建立新的生命点察馆 预计在114年会完成 那届时所有的仙人的骨灰坛 也都会有新的地方来做安置 我想这个部分 是今天我们也办这个法会的一个意义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民众宅在家 不止外送平台订单变多 网路订购生鲜日常用品 也让包裹数量保增 物流大塞车 高雄市结合1000多家餐饮业者 与5000多位计程车小黄 协助宅配送餐 台北市长克文哲你跟进 其实我们最近 本来市场人流很多 本来想说要发展电商加物流 来疏散一些要去市场的人流 就后来发现你知道 PC phone从5月15号以后 听说业绩成长了5倍 我想你们也知道 最近我们台北市的那种外送快递行业 停止运送那个生鲜食品 所以这也是一样 常常危机就是转机 你知道 当然这一次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种危机 你知道 造成很多行业的打击 但是倒过来 你知道 电商物流整个生意就上升了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些计程车的面炮 人力可以挪去帮忙物流 这个可以思考看看 因为目前在台北市物流的需求量 成长了5倍 所以这的确是一个可以考虑的相互 至于怎么做 法令 保险 什么要怎么做 这我们尽快把它定一个方法出来 疫情造成许多行业受打击 但危机就是转机 电商物流声音上升 是否会研溢 如何把计程车人力挪去帮忙物流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台北市的机动快筛队再出发 7号到万华某社区快筛 检验67人 PCR阳性两人 近两日恢复华南市场快筛 利用疫情科技仪标办锁定热区 急早发现确诊个案 那在热区围堵的部分 我们当初提出的策略是 第一点 我们把边界围堵起来 第二点 我们在边界的地方 设了中兴和平跟波比辽 三个定点的快筛站 第三个我们就根据 特别是科技防疫 我们所找出来的地形 以及人数上 甚至加户密集的 这三个criteria 这三个标准 我们去寻找固定的点 然后派出机动防疫队 逐渐在推动这样的一个业务 那我们目前看到的是 热区似乎有在减温的现象 那所以呢 也相对的我们发现在冷区 其实有所谓的热点 所以我们现在呢 对于热点呢 也逐步的已经派出了 所谓的机动快筛队 根据刚才三个 这个精准而简易的标准 来做定点的打击 北市府将疫情分成热区冷区 防疫战略是热区围堵 冷区殲灭 不过若要机动快筛队的出动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也强调 首先需要100人以上 另外还需先造测好 这样才会快 但也有一些企业都会打电话来说 他们公司有人确诊 然后里面有五六十个人 希望我们出动机动快筛队 我只要在台北市区的 其实都可以由公司 通报我们 我们请那个防疫的巴士 可以把它载到快筛站来 因为我们的机动快筛队 出到你的地方 第一个我们要 先准备好你的名册 也就是说 像文化大学 他就是把它名册造好 快筛队的时候是在现场 然后随时随机让大家进来 那快筛站本身 那边有电脑相关的设备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 事先造测的话 我们都希望他能到快筛站去 那如果他是比较大规模 或数量多的话 通报我们 我们会请防疫巴士 去把人带到我们的快筛站 所以不是每一个 有相关的 需要快筛的数量的人 就可以调动所谓的快筛队去 快筛队这几天 会在环南市场快筛 黄珊珊说 万华因为现在是重要热区 还有第一鱼果及农产公司 是民生供给必须的拍卖场 不能停止民生物资拍卖 所以会先到这两个地点快筛 记者温俊台北报道 一张张截图全都是嫌犯与受害者的对话内容 诈骗集团透过社群软体张贴以全民战役为标题的文章 声称只要帮助抢购疫苗就可以获得薪水 投资疫苗基金还能够获得分红参加抽奖 犯贤并公称于AMA战役平台网站 不需除职 不需提供个资及会员费的方式 可协助抢购疫苗 并得到利润 犯贤并公称可进行疫苗基金的投资 除职越多金钱可升等越高的会员等方式 来使被害人受骗 刑事局破获诈骗集团逮捕三名嫌犯 并查扣纯部金融卡印章等相关物证 本案经本局会同高雄市三名一分局共组专小组 于今年5月持高雄地检署假关合法的收入票 当场查获前信犯贤三名 陆续清查有十多名被害人 警方在此呼吁 误相信可协助抢购疫苗等假讯息 警方呼吁民众切勿相信 可以协助抢购疫苗等假讯息 有关疫情防治措施以及最新状况 因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讯息为准 避免落入有心人士设立的圈套 记者综合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